同学们好,我们上课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完了三阳病的辩证论治 我们在讲少阳病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少阳是个小阳,是个弱阳 如果少阳抗血不利 血气就有可能从阳入阴 从少阳而传入太阴 所以下面我们就讲太阴病 太阴病是阴症的初起阶段 我们在讲原文之前 先对太阴病的大概情况做一个介绍 我们把它叫做概说 太阴病的病变部位 主要涉及到了脾经 就是足太阴脾经 涉及到了脾藏 我们说三阳病涉及到脏腑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太阳膀胱腑 阳明卫肠腑 少阳胆腑三胶腑 三阳病涉及到的内脏都是腑症 三阴病涉及到的内脏的病都叫脏症 因为三阴经脉和五脏相联系 另外在太阴病篇 还涉及到四肢被风寒邪气所伤的症候 伤害论把它叫做太阴中风 由于脾主四肢 所以我们在太阴病的病位上 把四肢也列在了这里 可见太阴病涉及到脾经 涉及到脾藏 涉及到四肢 这就是太阴病的病变部位 关于太阴病的成阴 也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外含直中太阴 直中这个词 我们在讲商汉概论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就是外邪不经过三阳 直接侵犯三阴之脏 你看还不是经 直接侵犯三阴之脏而发病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直中 之所以发生直中 是和内脏阳气素须有关 由于内脏阳气须 所以就可以使外邪 直接侵犯三阴 而这种症候 我们也说过 病情一般比较重 尤其是少阴直中 那就更重一些 对太阴直中来说 它只不过是涉及到 外含直接伤体阳 起病就出现了腹痛腹满 和腹泻的这种临床表现 这是太阴病成阴的一个方面 外含直中太阴 第二种情况 是邪由他经传来 每一经的邪气 容易传太阴 首先是太阳病 太阳之邪可传太阴 当然有的是自然传经入理的 也有的是物质以后 伤了太阴的脾阳 伤了太阴的脾气 然后太阳表现入理的 像我们一会儿要提到的 太阴病篇 说本太阳病 一反下之 因而腹满食痛者 属太阴也 那就是一个原本是个太阳病 勿用下发以后 出现了腹满食痛 这就是太阳之邪 物质以后邪传太阴的例子 第二种情况 是邪阳之邪 可传太阴 我们说邪阳是个小阳 是个弱阳 邪阳气 抗邪不利 邪气就有可能 由阳入阴 由邪阳而传入太阴 在难经里 在金贵药略里 都有这样的话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见肝之病 知肝传疲 当先失疲 我们这里虽然不是肝病 而是邪阳胆病 同样胆病也容易影响疲 虽然在山寒论的原文中 没有一条直接表述 邪阳之邪不解 内传太阴的这样的例子 但是治疗邪阳病的主方 小柴虎汤里 有人参肝草大枣 三个补气的药 三个健脾的药 就提示了邪阳病容易传太阴 所以在治疗邪阳病的时候 要先补太阴体气 防止邪阳之邪内传 写由他经传来的 毒药是这么两种情况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阳明 卸下过渡 阳明 离热离时症 本应当用卸下的方法 如果卸下过渡 结果导致脾阳脾气被伤 阳明的施热邪气排除了体外 随后表现了一个下力固止浮胀满的 他因脾虚的症候 这虽然在伤寒论中 没有原文是在临床上是在临床上是存在的 我们在讲概论的关于六经辩证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太阴和阳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就曾经讲到过这个问题 说太阴之邪 当太阴阳气恢复以后 脏邪还腐 阴病出阳 太阴病可以出阳明 而阳明过用下发以后 阳明燥热随去 伤了阳脾气 那就可以转成为太阴病 但是这种情况 因为山寒论原文里头没有具体的条文 所以我用一个虚线来表示 太阴的生理 首先我们谈一谈 足太阴脾经 从足走辅 正因为它从足走辅 所以我们说皮主大腹 凡是腹部的疼痛胀满的症候 如果不属于阳明病的话 那就都归属于太阴 腹部胀满疼痛的症候 如果它不属于阳明病 那它归属于太阴 为什么归属于太阴呢 因为太阴经脉行于腹部 当太阴经脉有血的时候 气不利则满 血不利则痛 所以肤满腹痛 只要不属于阳明病 那就归属于太阴病 足阳明未经 落脾属未 足太阴脾经 落胃属皮 由于经络的相互联络 再加上脏腹的一模相连 就沟通了阳明和太阴的表里关系 我们在讲阳明病的时候 提到了阳明主受纳 太阴主运化 二者纳化相依 提到了阳明主造 太阴主师 二者造师相继 提到了阳明主将 太阴主生 提到了二者 升降相依 我们在讲太阴病的时候 也同样要谈谈 也要谈 太阴和阳明的关系 第二点 我们谈谈脏 太阴脾脏 它主运化 运化什么 一个是运化水谷精微 一个是运化水师 这是在山寒论中 涉及到太阴病的 很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 当脾阳虚脾气虚的时候 运化之丝 它就导致了水师不运 寒食内胜 太阴脾主生轻 所以太阴病也出现了生轻功能的失调 不能够生轻 与似乎 脾气 下陷出现了下力的症候 脾寒主通学 但是在山寒论中 山寒论中的太阴病片 没有涉及到脾部同学的症候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复习 关于脾主同学的生理功能 生理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我们在这里不再谈阳气的问题了 那么要不要谈阴气呢 从生理的角度来说 太阴是主运化的 运化水谷精微 运化水液 所以他所主管的阴液量是最大的 你想想 所有的水谷精微 所有的水液都要靠皮索来运化 所以他所主管的阴液的量是最大的 因此皇帝内经才把它叫做三阴 而少阴呢 他是主水的 你看少阴甚至主水的 他也主藏精 但是水液是人体阴液中量 仅次于皮所主的水谷精微和水势 所以少阴他所管的阴液的量 属于二等 因此他是二阴 绝阴是主藏血的 血是人体阴液中最精华的部分 所以绝阴是一阴 三阴二阴一阴 是根据五脏中 他主管阴液的量的多少来划分的 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伤寒病 伤寒是寒邪伤人阳气为主的 所以我们在三阳病片中 强调了阳气和寒邪做斗争的这种状况 因为他不是伤阴液为主 所以我们在三阴病中 不强调他的阴液和邪气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不再谈他的阳气或者阴气的问题了 对三阴病来说 都是阳气偏虚 而阴含内圣的症候 只不过太阴病仅仅是脾阳的虚衰 而少阴病呢 涉及到心肾真阳的虚衰 阳虚就更加严重 至于绝阴病的情况更为特殊一些 我们到绝阴病片再谈 太阴病的症候特点以分类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 太阴病的症候特点的话 我们可以说太阴病 是体阳虚 体气虚 运化失丝 声将闻乱 谐从寒话 寒失下注的症候 这是我们讲他的主要症候 太阴病是脾阳虚 脾气虚 运化失丝 声将紊乱 邪从寒话 因为他先本身他阳虚 然后外来的邪气呢 他就不会化热而化寒 邪从寒话 寒失下注的症候 这是我们从总体角度来讲 讲太阴病的特点 所以太阴病的症候 第一点就是太阴脏虚寒症 太阴脏虚寒症的基本病基 也就是我们上面写的这句话 脾阳虚 脾气虚 运化失丝 声将紊乱 寒失下注 建议我们山寒论的原文 273条 277条 273条也就是太阴病的提纲症 277条是讲到了 太阴脏虚寒症的具体的治疗原则 因为它是脾阳虚 脾气虚 所以对于太阴脏虚寒症来说 对于太阴脏虚寒症来说 那我们在治疗上 就像277条所说 当温知 应当用温骨的方法 用什么方的呢 一幅四逆背 用四逆堂一类的方子 四逆堂一类的方子 也就是四逆背 应当包括哪些方子呢 一会儿我们讲原文的时候再谈 第二组症后 是太阴经脉受邪 经脉是行血气迎阴阳的 这是皇帝内经的话 行血气迎阴阳 所以当太阴经脉受邪的时候 经脉气血失和 就会出现肤满食痛 肚子胀 肚子一阵阵疼 因为气不利则满 血不合则痛 肚子胀肚子疼 这个时候用桂枝加勺药汤 我不在黑板上写了 用桂枝加勺药汤 来疏通经脉合理缓急 你看斜盖经脉 它不再用里中 四逆堂这类的方子 而是用桂枝加勺药汤 疏通经脉合理缓急 如果气血不合 进一步发展到气质血液的程度 气质血液的程度 那就在桂枝加勺药汤 疏通经脉合理缓急的基础上 再加一味蛋黄 蛋黄量不要用的太多 加蛋黄在这干什么呢 是为了化瘀止痛 化瘀止痛 也就是说 他因经脉受血之后 经脉气血失合的 用桂枝加勺药汤 他因经脉气质血液的 用桂枝加蛋黄汤 桂枝加蛋黄汤 就是桂枝加勺药汤 再加一味淡黄 第三个症候 是四肢 繁腾症 这个症候在山寒论中 也叫太阴重风症 它指的是四肢被风寒 邪气所伤 表现了四肢剧烈的疼痛 这个症候 没有全身的发热 你不能把它归属于阳症 它没有发烧 你不能把它归属于阳症 没有头像降痛 你不能说它是太阳病 没有额头疼痛 你不能说它是阳明病 没有头疼目尺偏头疼 你不能说它是少阳病 四肢是谁所主啊 胎阴所主 又没有全身的发热 所以张仲敬把四肢 被风寒血气所伤 而出现的剧烈疼痛的症候 属于胎阴中风 应当是最合理的一种分类 这种情况用什么方式来治疗啊 用硅脂汤来治疗 用硅脂汤来治疗 胎阴病就这三种症候 其中以胎阴脏虚寒症 对胎阴病的主症 该说的第五个问题 我们谈谈胎阴病的预后 胎阴病的预后 有这么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谐传哨音 胎阴脾虚寒 下力越来越重 因为越拉 脾阳越虚 脾气越虚 最后由单纯的脾阳虚 导致了肾阳的虚衰 最后发展了脾肾两虚 就由胎阴病传入了哨音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外脖阳明 什么样的症候 可以外脖阳明呢 脖用的是这个后脖的脖 这个脖子在这里 当破字来讲 其实 太阴之邪 可以外脖阳明 什么情况下 可以外脖阳明呢 并不是太阴脏虚寒症 开始是肤满 食痛 下力越来越重 那么过上几天 就成了不大便了 不是这个情况 而是呢 太阴失着不化 食着在肠道 预计过久以后 太阴脾阳也逐渐逐渐恢复了 然后食着不孕 日久从阳明造化 而出现了大便干燥 这叫太阴外脖阳明症 不是脏虚寒症 外脖阳明 而是太阴失着不化 外脖阳明 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理解的话 我讲原文的时候 我们再进一步讲解 第三种情况 是太阴病的自愈症 什么情况可以自愈 两种情况 一个是斜在四肢末梢的 四肢梵腾症 一种是斜在四肢末梢 重症把它叫做太阴中风 这个病可以自愈 因为斜上的比较表浅 人体的阳气驱邪外出的时候 把四肢末梢的风寒邪气 驱除出体外 可以自愈 还有一种是 太阴失着内圣 当脾阳脾气恢复以后 驱除失着之邪 驱除失着之邪外泻 可以自愈 而这种太阴脏虚寒症 是不能够自愈的 必须治疗 我们在讲三阳病的时候 没有专门练 预后这一项 而讲到三阴症的时候 就开始谈预后了 因为三阴症 特别是少阴病 它有预后不良的问题 我们就要讲它的预后了 这样的话 太阴病的大概情况 我们就谈完了 现在我们就看 上下论的原文 先看273条 打开讲义第154页 273条是太阴病的提纲 太阴之味病 肤满耳吐 食不下 自立一肾食腐自痛 若下之 必胸下结硬 这一条作为一个 太阴病的提纲 它以太阴脏虚寒症的 临床表现 它以太阴脏虚寒症的 临床表现 来说明 太阴病的主要症候 是太阴脏虚寒症 症状随多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肤满 食不下 和失腐自痛 这组症状 它提示了 体牙 体气虚 运化石丝 运化石丝 运化石丝以后 就会导致 寒湿组织 气机不畅 所以它既可以有肚子胀 也可以有肚子痛 但是这种肤满和腐痛 它的特点是 实轻实重 隐隐作痛 疼痛也罢 杠满也罢 有时候轻 有时候重 这种疼痛呢 只是隐隐作痛 绵绵作痛 喜温喜暗 喜温喜暗 这证明它是寒症 是虚症 得温得暗 以后 障碼和腾动 都可以得到缓解 得温得暗 则缓解 我们前面学过厚姜 拌干身汤症 原文是说 发汗后 辅障满者 厚破生姜 拌下干草 人参汤 组织 那是一个虚中 加实的腹满 我们在阳明病篇 也学过腹满不减 减不租盐 当下之 一副大成气汤 那是一个 纯实症的腹满 这三种腹满 严格的说 它都可以看成是 杂病的范畴 太阴病 也可以看成是 杂病的范畴 它以脾阳虚 脾气虚为主 这不就是个杂病吗 这三种腹满 在鉴别上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 对于实症的腹满 24小时持续存在 这种腹满腹痛 而且呢 是拒暗的 腹满不减 减不足颜 半有腹痛 拒暗的 这是实症 上午轻 下午重 这符合 实轻实重的特点 等它下午 障满疼痛 重的时候 不喜问暗 你按压它 它更疼 你用热水带去捂它 它也不能够缓解 那是虚重加实 那就是我们在 后江半干身汤症中 所提到的 体气虚 蕴化湿丝 水湿内流 湿居未谈 谈湿组织 已经有了 有形的谈灼组织了 而在这里 仅仅是一个 寒食之气 寒食组织 仅仅是个 寒食之气 所以得温得暗以后 寒食之气 得以温运 所以腹胀减轻了 腾动减轻了 因此 这是以虚为本 以虚为本 以虚为主的一个正后 这是273条的 第一组正后 第二组正后 吐和自立一身 吐吐和下立 是生将紊乱 这是由于 脾阳虚 脾气心 运化十四 生将紊乱 所造成的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自立一身 这四个字 它包括了一些什么意思 首先说 它是下立越来越重 如果你不去治疗的话 它会越来越重 这是自立一身的第一个意思 因为越拉 脾阳越虚 脾气越虚 脾阳脾气越虚呢 它就会越拉 所以你要不去治疗 是越拉越重 这是太阴 自立一身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说 吐和立相比较 吐吐更重 还是下立更重 以下立为重 因为它毕竟是太阴病 下立则之于皮 吐吐则之于胃 如果是乌珠鱼糖症 你看等到 少阴病片的后面 有乌珠鱼糖症 它可以有醋 也有下立 乌珠鱼糖症的这种醋力 是以呕吐为主 那是胃寒为主 当然是醋了 而太阴病的醋力 是以下立为主 因此它说自立一身 呕吐和下立相比较呢 以下立更为严重一些 这正体现了 这是太阴病的特征 另外自立一身 还有一层意思是 其他症状 包括浮满耳吐食不下 食腐自痛 这些其他症状 都伴随着下立的加重 而加重 都伴随着下立的加重 而加重 疲满耳吐食不下 食腐自痛 这些症状 随着下立的加重 脾阳脾气越来越虚 当然这些症状 也随着加重 我讲到这的时候 一往班的同学就问我了 说老师张中景 当初就那么随意的 写了一个自立一身 他想完了这么多 深刻的意思吗 我说他想到没想到 我们今天研究的人 就尽可能想得宽一些 实际上张中景 想到没想到这么多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反正我写的一篇文章 有好多一些同学 看完了之后 他分析那个意思 原来我根本就没想到的 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 在古代 有一个英国的人 给燕国的宰相写了封信 写信的过程中 天逐渐逐渐黑了 他就喊那个书童 举竹 说你把灯给点上 举起来举竹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 他就在这封信里头 就把举竹这两个字 给写进去了 燕国的宰相 接到这封信以后 读到这 这怎么有个举竹 什么意思 举竹 那就是把灯高高的举起来 高灯则下明 这是暗示我 执行良好的 爱民的政策 然后好好的治理国家 与世乎 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治国的方针 治国的策略 从此燕国就兴旺发达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研究古人的著作的时候 我把自立益胜 分析了这么多内容 很有可能 我们是分析的太多了 但是我们分析是符合这个病 病基的特点 也符合他的临床特征的 确实是太阴当虚寒的下力 它是越来越重 也确实是作为太阴脾病来说 呕吐和下力相比较 它是下力比呕吐要重 而且也确实是随着下力的加重 随着脾阳虚脾气虚的加重 而其他腹满耳醋湿不下 和腹满食痛的这种症状 也是越来越重 这样一个症候是纯虚寒的 你不要看到他有腹满和食腐自痛 把它当成一个食症来治疗 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食症 用了苦寒卸下的话 必胸下节应 大家想一想 胸下节应这个症候 类似于我们过去所学过的什么症候啊 内脏阳衰 阴寒内宁 内脏阳衰 阴寒内宁 不就是类似于我们过去所学过的脏节吗 脏节这个病 正衰斜时 功补两难 我们在太阳病篇学节胸脏节心下体的时候 不是提到过吗 内脏阳衰 阴寒内宁 胸穴下节应疼痛 和节胸症相类似 正衰斜时 功补两难 欲后不良 所以对个太阴脾虚症来说 绝对禁用下法 太阴的提纲症 我们就谈完了 从提纲症这一条 我们可以体会到太阴病是以脏虚寒症为主的一组症候 那么脏虚寒症怎么治疗 我们看第二百七十七条 自立不可者属太阴 以其脏有寒故也 当温之亦付四密贝 这个自立 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它的病基 是脾阳虚脾气虚 蕴化失丝 生降紊乱 我们再加一句 寒失下注所造成的 这个自立的病基 就是脾阳虚脾气虚 蕴化失丝 生降紊乱 寒失下注所造成的 对于脾阳虚这种下立的大便的性状是什么呢 大便西唐 它没有发展到下立轻骨顽骨不化的程度 它是大便西唐 因为它命火不衰 肾阳不虚 自立不可 这个不可是一个鉴别诊断 第一个 除外了热症的下立 除外了热力 热力热胜伤筋 下立伴有口渴 现在不可说明它不是个热性的下立 第二个 它除外了哨音下立 哨音 肾阳虚衰 火不暖土 腐疏乌全 可以有下立 肾阳虚衰 但是这种下立呢 它是下立轻骨顽骨不化 这是哨音下立 我们这里所说的火不暖土 不是指的心火 而是指的哨音的肾火 指的命火 火不暖土 就中一把下胶肾的阳气 比作是一个火 把中胶呢比成是锅 你把粮食和水放进去 底下不开火 那当然是做不熟算了 所以拉出来的还是不消化的食物 哨音下立 是下立轻骨 顽骨不化 所以这种下立的 大便的性状和胎音下立 大便吸糖是不同的 哨音下立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自立而可 就是自立而可 一个哨音下立 它也是虚寒症 为什么可以有口渴呢 那是因为肾阳虚 肾化食丝 整个水液代谢 是靠肾阳的征程和气化 肾阳虚 气化食丝 今夜不能化身和书布 肾阳虚 气化食丝 今夜不能化身和书布 因此就表现了口渴 但是这种口渴 毕竟是虚寒的 它是喜热饮不多饮 喜热饮不多饮 所以就三音病来说 自立不可者属太音 自立而可者属少音 因此二百七十七条 开头所说的自立不可 既除外了热力 也除外了虚寒下立的 少音下立 这样的话 中间就可以确定 属太音 为什么有下立呢 以其葬有寒古言 因为脾 脾阳虚脾气虚 太音有寒 所以就出现了寒诗下注的下立 那么治疗这种症候怎么办 住警说 当温知用温补的方法 当温知是讲的制法 用温补的方法 一幅四溺背 四溺背 应当包括哪些方子 从山河论元书来看 我们很难理解 是不是四溺汤 通卖四溺汤 白冬汤这类的方子 但是太音匹病 应当用李中汤 所以后世一家说 四溺背 应当包括李中汤 父子李中汤 四溺汤这类的方子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一本书 叫做桂林古本山寒杂病论 我们说那是自称是张中景 第四十六代的 第四十六世的孙子张少祖 然后他保留着 说是张中景亲自修改过的 第十二稿的山寒杂病论十六卷 然后他把它传给左圣洁 左圣洁传给罗哲出 我这个评记忆来说 是左圣洁在先 还是罗哲出在先 我现在也许就把它颠倒了 然后刻板运行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桂林古本山寒杂病论 因为这个书 还是十几年前印的 如果现在要到那个书店里头 或者是古书店里头找 也许还可能找得出来 桂林古本山寒杂病论 这一条是怎么改的呢 他说当温知 义服李中四溺背 那么这么一改 那改得非常好 那就知道四溺背 包括了李中汤 单纯的脾阳虚脾气虚 韵化之丝 寒室下注的下立 用李中汤就可以了 你一看 自立一肾拉着拉着 肾阳有点不足了 那李中汤里加富子 那么最后简直是 不仅是大便唐博 大便西唐 而且又顽古不化了 那完全是脾肾两须 已经由太阴病 发展到少阴病了 那就直接用思逆汤 严重的用通脉思逆汤 所以义服李中四溺背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在其他许多条文中 张中景都是说某某汤组织 从来没说用一类方子 为什么在这里说 义服李中四溺背呢 这是因为太阴下立 自立一肾拉着拉着 就发展到了 脾肾两须 所以在用方子上 让你根据具体情况 来灵活变通 而不直接固定 用某某汤组织这样的话 所以这就提示 太阴病容易传哨音 也提示你在治疗上 应当随证致之 好 关于太阴病的概说 和太阴病的提纲症 以及太阴脏虚寒症的 临床表现和治法用方 我们就谈完了 这节课的时间到了 我们下课 谢谢大家 我们下课题 meeting 感谢观看